Sava 流行數位媒體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歡迎五位大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歡迎 好 我們兩位參賽賓 來 歡迎 你會不會在客廳看電視 看看就睡了 我不會 我從來不會 你不能講會喔 因為 你剛剛不看電視 不看電視 不是不看電視 比如下午在家很累 就會睡一下 有時候很奇怪 在沙方睡 睡個二十分鐘 或十幾分鐘 精神幾好 精神百倍 對 充電 你上了床睡不著了 對 很奇怪 感謝你提供這個 因為恭喜你就是 但是這個輪迴 一到這個症候群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是啊 來 你們看看 一去上課就不斷生病 恐怖的上學症候群 這是小孩啊 你知道這幾年疫情嗎 父母 我啦 獲得最多 怎麼樣 就是以前我兒子沒有疫情的時候 真的 真的假的 一直感冒 不是流鼻涕 咳嗽那些小症狀都有 不然就是會發燒什麼 每次都在吃藥 我爸媽就說 為什麼你小孩怎麼顧的 身體那麼差 一天都好在吃藥 但因為這個疫情 我女兒真的 反而很好 很少去醫院 但是這個叫做 免疫負債 過去這兩年沒有蒐集的病毒 這一段時間真的是 蒙武出雜 全來了 所以講到所謂的上學 這其實不是一個真正的病名 上學症候群 當然只是我們大家戲稱 比如說小孩上學一直生病 幼兒園我就說這個叫脫嬰症候群 因為最近真的非常多的家長 因為這樣而鬧不開心 我說前幾天才有一個家長 他帶孩子來跟我說 他希望能夠得到醫生的 一些檢查的診斷 確定他孩子抵抗力沒有問題 他那種表情不像是很擔心 他覺得說 驗一下他有沒有免疫不考 我說為什麼 就是這個氣氛不太對 所以我就仔細問一下 我說是你想問 你想驗 還是你公公婆婆想驗 因為有時候是家裡人 他說不是 是幼兒園老師 幼兒老師說 你的孩子一直生病 帶他去驗一下 我說奇怪 幼兒園老師 或是這種脫嬰症候群老師 也看很多這種生病小孩 他怎麼會有這種指示呢 他說又有另外一個家長 整天跟他說 就那個... 就那個讓我們全部的小孩都生病 就他 每次看到他都流鼻涕 老師你應該跳進去驗一下 老師被搞得不厭其他 把這個壓力直接轉嫁到家長身上 太可憐了 那現在我們剛剛說 這種脫嬰症候群 是很多個病毒輪流造成的 那我們很多家長現在在網路上 他會看到這些病毒的名字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最有名的流感病毒 現在慢慢在起步了 對 目前還不是最多 但是前景看好 所以要... 疫苗都打完了 疫苗打完了是不是 那不錯 至少我們可以用疫苗來減緩 這個流感的疫情 那流感發燒都燒很高 那大部分如果不用抗病毒藥物的話 會燒到四天 但是有些醫生很警覺 比方說急診科醫生很警覺 他一看幫你快篩 立刻說我給你投抗病毒藥物 他可能一天就退燒了 所以這個流感病毒的症狀 就是發燒 咳嗽 還有虛弱 肌肉痠痛跟虛弱 其實虛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指標 這個孩子感冒第一天 第二天就整個人軟格格 這很奇怪 通常驗一下就是流感 他有疫苗 然後他也有抗病毒的藥物 所以他是最兇猛的病毒 但卻是最有藥物可以治療跟預防的 那第二種就是現在最流行的 家長都很受不了 呼吸道融合病毒 上網Google就可以看到 我的文章 我的影片 所以每個人來都說 我是不是就你講的那個 這樣 我說是 那特效藥來一下 不好意思 沒有特效藥 所以呼吸道融合病毒 它就是你必須得過 然後你有抵抗力 那還會再得 因為你下一次流行不一樣 或抗你掉了 還會再得 那他發燒 第一次得也會燒很多 常常那種脫英中心的孩子 一燒就是燒個五六天 那我都安慰他說 下次得的時候 就不會燒那麼久了 不過這個呼吸道融合病毒 有一個缺點 就是得到以後 有些氣喘體質的人 他就會發作 就會喘 然後可能要住院 睡氧氣罩 所以這也是第二個 目前家長很擔心的大魔王 那底下有一個早產兒疫苗 意思是說 在那種非常低 這個低體重 或者是極度早產的小嬰兒 或者是心臟病 天氣心臟病嚴重的小嬰兒 其實我們國家是有送他 很貴很貴的 這個護校融合病毒的疫苗 他只是打那個月有效 所以下個月還要再來打 那這個是針對 特別虛弱的小嬰兒 我們有疫苗可以預防 那第三個就是腺病毒 腺病毒現在也開始竄起來了 他也是一個大魔王 一燒就是40度 然後家長就很害怕 燒有的時候 可以到一個禮拜這麼久 那有喉嚨痛 有咳嗽 然後有些人會睫膜會紅 甚至有淋巴結腫 那這都是醫生可以幫助你做判斷 一樣腺病毒你非得得過它 所以他也沒有疫苗 也沒有抗病毒藥物 如果我們能夠藉由這些快篩 跟家長有好的溝通 讓他知道有預期說 你這個病會燒這麼多天 他就不會每天每天每天看醫生 他可以在家裡稍微安心一點說 我觀察精神活動力 那不要 只要他退燒以後 都還可以吃 可以睡 可以玩 那我就在家等那個燒 把它燒完整這樣 台灣的醫院什麼都太方便了 真的 他說我讓小兒子燒到40度 在溫哥華的時候 我跟你講 我們到醫院 醫生來看看 就是等 等了幾個小時也沒理你 後來進去看的時候 沒關係 回去多喝水 傻眼 就這樣 就這樣子啊 我可以想告訴他 我怕他說我不認識你 那很久 我想真的 國情不同 對 老百姓那種接觸的那種範圍 也不一樣 真的 我女兒他就是 黃醫師說的早產兒體 弱多病的這一種 他1490克就生出來 很像 還不滿七個月 很像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生出來的時候 還幫他打了一個 那個肺泡長大症 因為他一直以來就是上呼吸 到很容易感染 然後肺很虛弱的這一種 所以醫生剛剛講的 只有流行病 他都走在最前端 最流行的那一個 就是會被人家講說 丟心意 丟心意 一直流鼻水 對 然後一直咳嗽 然後我每次就是 就會懷疑說 我是不應該那麼早送他去上學 感覺就是各種病毒襲擊這樣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一直送醫院 因為醫院也有其他的病毒 可能會交叉 你就是38.5度 真的不行 你退燒藥什麼都試過 你再送醫院 然後第一天就咳嗽 第二天他開始就是 精神不好 伴也不吃了 就是開始 然後玩也提不起興趣 不舒服 對 然後還有一點那喘明聲 然後媽媽的地溜感就覺得不對 但我還是忍住 覺得說不要一直跑醫院 然後那天剛好我公婆也在 結果我公公跟我婆婆 就真的忍不住 她說 不管啦 她已經有那個喘明聲了 你現在就送去啦 結果一送去 馬上就送家務病房 天啊 好險 就被判斷是肺炎 然後我就整個超崩潰 因為我還在家裡 還想要安慰自己說 再看看 再看看就不行了 她已經肺炎了 然後家務病房 她一開始是要跟媽媽分開 還要幫她換吳俊怡什麼 然後我女兒就 因為她很不舒服 然後被插針 然後又送進去 然後跟媽媽分開 她就崩潰大哭 然後我聽到她在家務病房裡面 淘淘大哭 我就在外面也崩潰了 因為我很自責 想說 我還在那邊 什麼 就是 就是不舒服 就趕快送了 然後幸好我有聽公婆的話 還是去了 然後忽視還拿 一包那個麵紙給我這樣子 她說 早一點送來不就好了 然後 又再打一下 你知道媽媽真的要忍耐 她每次在家 遇到這種小孩身邊就覺得 嫁錯了 嫁錯了 妳還來得及啊 我怎麼來得及 親離在家 不要亂相勸 不要亂相勸 來 我整天有一個 三十歲的媽媽 初期懷孕 她已經剛好拿到那個媽媽手冊 我們知道已經十二週以上了 是 然後對她來告訴你說 她一直咳 咳到肚子很緊 然後開始有點出血 因為她是懷第二胎 那我一問之下才知道 因為她剛送大寶去幼兒園 所以幼兒園她小大寶也回來 咳嗽 一直咳 所以交互傳染 那我們婦產科還是要照一下 潮音波看看胎心 胎心是正常的 然後也沒有出血的狀況 內疹看一下 然後子宮頸長度也夠 所以就開了一些 非 鴉片性的咳嗽藥水 一定的鴉片會止咳止痛 可是媽媽喝下去之後 胎兒可能就會想要睡覺 結果胎動就會減少這樣 其實像詹醫師說的一樣 我們其實在這個 孔明大陣這個疫情 很多時候 家裡本來都防守得很好 其實為了破口 就是小朋友到了拖嬰中心 就很遠之後帶回來的 像我們醫院有個同事 他沒有家人可以幫他帶 所以他必須要把小朋友 在兩歲半的時候 趕快送到拖嬰中心去 那沒想到去 不到半年 他其實開始輪番的發燒感染 第一次他確診了新冠 那因為這樣子 那個媽媽本來好不容易回到職場 就為了要照顧小朋友 就得逼著請假 好不容易好了沒多久 又開始發燒 又呼吸道的症狀出現 所以也是一樣 他又要被帶回家 那這個媽媽又得請假 照顧這個小朋友 那第二次我們幫他檢查 他又得了有感 那沒多久好不容易好了 又回到了那個學校裡面 去做學術交流 沒想到又帶了第三波病毒 不要再回去了 他後來又發燒 我們去驗呼吸道融合病毒 尤其是這種小小孩 他很難去自律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病毒 就會在彼此之間做交流 那也會影響到家庭 甚至家裡的工作 不得不說 像這種一去上學 就生病的事情 真的是家長老師都很頭大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有些時候 會遇到一些小朋友 他去學校上學的時候 然後平常跑跑跳跳都沒問題 但是一上體育課 就覺得就跟老師說腳痛 那看了好幾次醫生 好像都沒有好這樣子 那時候來到我的診間 我就看了一下 這個小朋友 是我們很常見的一個 根骨骨垢炎的情形 那這個情況其實是 小朋友他很愛跳躍 很愛跑 但這個時候他的骨頭 他的肌腱 還沒有發展得那麼好 所以他在跳躍 跑跳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造成一些發炎 受傷的狀況這樣子 那他在我們復健科這裡 做了治療 做了復健 然後復健好一站 然後小朋友又覺得說 又可以了 又去跑 結果又痛起來 這樣反反覆 大概六七個月之後 治療才緩和下來 來我們來看看有什麼狀況 上班就頭痛 肌肉痠痛 得了不想上班症候群 其實我們外科 常常會遇到 比如說病人扭傷一下 或者是切開引流一下 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開個診斷書 修一個禮拜這樣子 那明明就是不想上班而已 那可是實際上 有些人也真的是很冤 我自己是一個 四十歲的一個女性 那他一來他就說 他因為 頸部痛然後手麻 所以想要來看 你應該是股市還怎樣 他說沒有沒有 我之前去看神經外科 我還做核實共振 我的頸椎什麼 胸椎是完全沒問題的 結果我幫他抽血 完全完全正常 然後我就說 那你是什麼時候 比較會有這種 脖子痛手麻的狀況 他說去上班的時候比較會 然後我心裡就 難道你又是那種要來 詐騙整段書那一種嗎 結果後來一問之下 才發現他是老師 那因為 二十到五十歲的女性 然後他會特別 做舉手的這個動作的 職業的人 比如說刷油漆 或者寫黑板這種 其實在醫學上有一個叫 胸脖出口症候群 有的人他因為 會開始反覆這些動作的時候 他會造成 百分之九十是神經 百分之十是血管的壓迫 就會造成他頸部外側痛 然後會有手麻的這個狀況 有的是做復健去治療好 有的甚至要注射一些藥劑 那後來這個病人 我們轉給復健科之後 真的是有比較好 可是因為他 這個職業他去不掉 所以他還是反反覆覆 有時候就回復健科 然後有時候就到我這邊拿 簡單的消炎止痛藥 那上班族很可憐 對啊 要坐捷運 坐公車對不對 對啊 也是老車主啊 不舒服 因為像我覺得 我應該也是有上班症候群的原因 是因為我跟乃哥 不是有主持那個麻將節目嗎 然後因為那個麻將節目就是 都要穿高跟鞋 然後我們幾乎全程都是站著 然後就算你坐著 也是因為要將就鏡頭 所以你的身體 就會有一些歪斜的部分 不符合人體工夫 對啊 對 因為沒辦法要給鏡頭嘛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其實我有駝背的習慣 但是在鏡頭前面駝背很醜 所以我就一直提醒自己要這樣挺 但是其實這個是對我來講 很...就是我的不擔很大 對 我這邊會覺得很痛 所以我每次主持完之後 回到家我都覺得 骨頭要閃了 可以放鬆了 對 那因為我平常都是穿 因為我很容易跌倒 真的...我很容易跌倒 真的 我有時候我的左腳 會放到我的右腳 所以我平常 好...我從小到大都走路超穩 對 我為了避免自己摔死 我平常都是... 我平常都是穿平底鞋 但有些節目 他們可能規定要穿高跟鞋 或是什麼的 然後這樣子停起來之後 就腰... 像我現在這樣腰就很痠 對 然後我的上半正如群 就是除了肩頸痠痛之外 像我不是有在做二手拍嗎 然後有時候連邁三天 我第三天就會很想吐 就覺得不舒服 為什麼 那很累 主播很累 可是你又得賣 因為你如果不賣就會賠錢 所以沒辦法 然後就說 我真的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說你有沒有賣快點 那這時候我就覺得我很幸福 因為我身高嘛 對... 不需要穿高跟鞋 不需要 一隻平台科高也不是辦法 真的好羨慕我 來...陳醫師 其實上班族 剛開始使用電腦的時候 都是這個樣子 那你在三個小時之後變成怎樣 四個小時之後變成怎樣 越來越低 十個小時之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對 那所以這樣的NG知識 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這個就是我們常見的一些 上班族常見的疼痛問題 第一個是 他常常會有 我們剛剛講的 就變這個這樣子 那這個姿勢會讓我們上面的肌肉 非常的緊繃 疼痛 我們叫上交叉症候群 那第二個會造成的 常見的上班族的症狀 叫做 因為常常我們會 久坐嘛 坐很久的時間 然後椅子 有時候又很硬 很不舒服 然後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 那這個就可能會造成我們 離狀肌症候群 屁股會痛 所以久了之後就很容易會 發炎 甚至受傷這樣子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個案例 是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性 那她每一次上班的時候 一上班 就跟大家講的一樣 一上班就開始 不舒服 就是 這裡痛那裡痛這樣子 甚至還會頭暈 會頭痛這樣子 那她就說 醫師啊 我覺得很奇怪 我以前用電腦 十幾個小時我都沒事 現在有半個小時 我就坐不住了 就全身不舒服 我會看到她很習慣的 脖子就會 往前前傾這樣子 然後 請她挺起來的時候 挺不起來 她會習慣性 頭就是會前傾這樣 整個姿勢就很僵硬 那我一看 這個就是 長期過度使用電腦 而且姿勢不良 整個姿勢都已經習慣性了 變成我們的 上膠查症候群 那這個時候 整個脖子肩頸 都非常的僵硬 疼痛 那這個時候變成說 一上班就痛 那像這樣的病人 我們經過復健 經過治療 再加上一些注射 慢慢的慢慢的 他就又可以 重新回到職場 重新有好的 這個工作的情況 不過我一直跟他提醒 就是 好了之後 不可以 不可以又變回原來 這個NG姿勢 好了之後 還是要長期有好的姿勢 才不會再復發 陳醫師剛才講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我的肩頸 跟我的腰好酸 孩子說我的腰好酸 越講越酸 我應該要去復健一下 沒有 我想問陳醫師 像我們本身就已經有點脊椎 我自己有些會測完 然後因為我們長期都會翹腳 因為節目上 我們不太能降 或是打開什麼都不行 就是要這樣比較好看 可是我現在這樣做 我反而更酸 做不久 所以我這樣我反而輕鬆了 對 應該是說 我們長期的姿勢不好的時候 尤其像這樣跨二郎腿 其實習慣 短期是OK 但長期會造成骨盆歪斜 然後整個脊椎姿勢 位置都不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要處理 我們要 處理 就是最強 處理 陳醫師處理 所以我們其實離床上遇到那種 不想上班 其實除了 我們真的撇除心理上面的問題 其實大部分都是有身體上面的問題 甚至你是植栽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小姐 她那時候來到急診的時候 就很像繞著 她頭根本就不能夠轉動 然後所以姿勢就怪怪的 然後她就很非常痛 那來我們就幫她打硝煙子痛針 這樣子 那在跟她對談的過程中 她就是非常的氣憤 因為她一直在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被叫有 因為她就是禮拜一上班 可能好好的 禮拜二開始就出現 這些針頸酸酸的症狀 那她也沒辦法掩飾 她本來想說 我痛的時候就吃止痛藥 人家看不出來就好了 可是她真的沒辦法掩飾 因為根本轉個頭 或者是動個肩膀 她就很不舒服 之後才發現其實她 原來她本來有晚睡到症候群 但因為她工作的關係 她也害怕這個晚上會再復發 會再疼痛 所以她其實長期會有一個 代償的姿勢就是不要 盡量不要去讓她疼痛 或者是不舒服 所以其實我在想 她那個長期坐在辦公室的工作 她的姿勢一定是怪異的 所以維持了某些不正常的姿勢 你某些肌肉就會一直長期在搜索 所以就會導致很像 出現落枕的症狀 打開電腦那個兵裡面一一連串 她都是來打下院子痛症 就是常常會 因為痠痛來打症 後來叫她去骨科做處理之後 其實她這個症狀就少了非常多 我剛剛講的都是上班的人 然後因為這樣而不舒服生病 但是妳上班也有別人會生病 妳有聽過這種嗎 就是妳上班然後別人受傷 我聽過一個案例就是 她在我的自媒體上面她就留言 然後她就說她很生氣自己的婆婆 說話不算話 這個言而無信 當初懷孕的時候她要找保母 她要找托嬰 婆婆說 我來就好 所以她婆婆就是一步打包票 妳就去上班 小孩交給我 戴孫 我超想要的 過了大概五個月左右 她婆婆說 我不帶妳趕快找一個保母 她說這個時候 怎麼辦 對 而且妳突然間落跑 我完全手忙腳亂 那當然她抱怨之外 她其實也能夠體諒 為什麼 因為這五個月當中 這婆婆發現原來戴孫是會生病的 從頭到腳 你知道老人家都喜歡這樣抱嗎 所以先是肩頸 再來就壓力性頭痛 再來就是手 這個媽媽手 外婆手 這個阿嬤手 然後大拇指這邊的肌腱也受傷 然後這個食指就是往球走 然後再來很恐怖的是 因為小孩被老人家餵 都餵得很大隻對不對 然後她有一天要彎腰 要抱小孩起來 我看 整個散道 直不起腰來 發現再這樣下去 可能會貪亂 趕快跟媳婦說 沒有...不帶... 所以我想這個 可能每一個帶孩子 不管是年紀大的 就是不管是老人家 或者是真的是新手爸媽 還是要有一些訓練的方式 就是告訴你 你的小孩以後抱要怎麼抱 然後要有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器 你要買什麼樣的器材 可以讓你減少你手跟手腕 這樣的一個負擔 而且大家都知道 現在生小孩年齡也不小了 30好幾 快40 對啊 怎麼帶 體力不如意 對 媽媽自己本身 也都需要做一些 肌力的訓練 真的... 其實肌力訓練很重要 乃哥現在抱孫子可以嗎 我抱孫子可以啊 其實我覺得啦 如果男人願意做的話 男人帶孩子 絕對會比女人帶得好 因為男子體力比較好啊 像我現在抱我那外孫 等一下也八個月了 九個月了 我還可以一個手啊 單手喔 單手真的這樣子撐著 還可以這麼做這麼的智慧 好Man 你大概要做形象做幾年 我每一集都要做一點 好不好 要不然我這一集 我會做得很痛苦 3C學習好幫手 小晶晶金掌花夜黃速動 好吃 有感超給力 上網搜尋小晶晶 好 看看還有什麼狀況 來囉 每個月都來煩金錢症候群 因為你想的影響更多 這個沒辦法了 女人真的很可憐 很辛苦 我覺得女人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 帶小孩很累 然後又有每個月的那個 好朋友來報到 像我是從有月經以來 我就是真的是 痛到在地上滾 真的很像大法師的那一種 然後我以前大學啊 真的是要被同學抬去急診 然後我會自己爬爬行 然後去那個 好可憐 去抽屜拿止痛藥 妳講得好像是電影喔 真的啦 我真的沒有辦法站直 真的有這樣子的 還有一兩天 對 然後還會想吐的 痛到吐的 坐完月子也好一點吧 對 妳講到重點了 然後我去看婦產科 醫生不都會講說 你這個 懷孕就好了啦 很精彩喔 巧克力囊腫 因為子宮後勤 都有耶 他說我跟你講 生完小孩就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 好 不管怎麼樣 一定要生一個嘛 但我人生會比較好 不管怎麼樣生一個 對不對 然後比較乖 下半場可以不要那麼痛 我就真的拼了一個 拼了一個 我的天啊 沒有好啊 而且反而我的那個 巧克力囊腫還變大 因為我還是痛 然後痛了之外 我那個卵巢 那個巧克力囊腫還變成 兩公分變三點多公分 然後他就說 其實可不開 你就是定期追蹤這樣子 然後又驗了那個CA125 就是那個 卵巢癌的指數 指數 又紅字 又超高 然後你就知道那一顆心 就想說孩子還這麼小 然後媽媽問題這麼多 就沒有比較好 然後我覺得更嚴重的 還是影響到別人 就是我只要 月薪快來之前 我情緒真的 就是非常不穩定 我老公跟小孩 都可以感覺到 媽媽快來了 很恐怖 對 我老公最敏感 就是他只要感覺 我那個臉 就是變後母臉 他就會說你趕快吃... 我覺得媽媽那快來了 你趕快吃早餐 不要惹他生氣 胡姑婆... 然後我聽到這些話 我就會更生氣 我說你不要一直妖魔化我 然後隔天就來了這樣 然後說 還有就是 太脆 對 老公好準 我自己打嘴巴 然後前一陣子 我就跟我的女生朋友去玩 然後就是那種 就是Infinity Pool這樣 然後大家就拍得很開心 然後他們就這樣 來來回回 至少拍了兩三百張 不會停這樣 那我們下面還有一個行程 是要去吃那種米其林餐廳 那是不是都要提早預約 然後我就說你們拍夠了沒 到底要拍幾張 生氣了 我們已經快要遲到了 然後他們就說 再一下就好 再一下就好 然後不管我 然後到最後那個餐廳 整個就取消了 然後我就很生氣 你知道我那個 金錢贈後全就抓開 我就說 反正就長這樣 到底要拍幾張 拍幾張 那也不就是長這樣子嗎 也不會變林志玲 或是蔡依林嘛對不對 好看就好看不好看 還這麼難看 然後我還 然後你去斷線 然後我閨蜜就超傻眼 我說你平常也沒在少拍 為什麼我們拍你就要 就是翻臉這樣 然後後來我還是有下去游 因為反正都已經沒有吃到米其林 我就去游 然後游完 女生游完 不是那頭髮就會很塌嗎 對 就會變成像河童這樣 然後我就 我就浮上水面 她想說好 我不要管你們 我自己游得開心就好 然後我閨蜜就第一個 就開始笑 就說 好像阿哥喔 因為我額頭很高 然後結果就說 你真的變河童了啦 然後第三個更壞 她就這樣靜開 她就這樣靜開 妳要不要趕快去執法 妳要不要趕快去執法 因為妳剛剛攻擊他們 對 攻擊她 然後他們 因為平常他們這樣笑我 我其實會笑笑待過 我不會怎麼樣 我會跟他們一起笑 結果那天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 我說妳才要執法 妳全家都要執法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我還在廁所哭耶 妳不是驚奇這麼群 妳驚奇快 妳會變厚母的 厚母之老群 對 我還走心到哭 然後他們輪翻槍門說 妳還好嗎 開玩笑的啦 不要這樣 對 然後隔天就又來了 好扯喔 好準喔 好準喔 然後我就一一跟他們道歉說 對不起我昨天真的失態 還把他們全部都罵一輪這樣 所以一來了之後 就立刻脾氣就變了 就好了 那我覺得妳趕快庭勤比較好了 對 趕快就這樣 妳在雙年期也是有一波 還沒還沒 雙年期她有一波 過了就好了 但妳因為已經每個月都會來啊 可是她只是生氣 妳知道我高中同學有個好可憐 她連變身厚母都沒有力氣 她就是常常這樣冰淹 妳常常看她很活潑一個人 然後某一天 肚子 就忽然這樣整個人不對勁 那大家就習慣了 因為大家沒同學嘛 那有一天想說 她這麼不舒服去哪了 找不到她人中午 你知道大家廁所找 教室找 體育教室什麼 圖書館找 對啦 然後因為中午 所以她就日曬 天啊 你知道她 天啊 才回來上課 就是因為 金錢正後去 她暈倒嗎 她暈倒 她就是雪崩然後不舒服 可是剛好一個人去圖書館 回來沒有人 同學跟在旁邊 她就答案了 所以可能 話是大家找才找到她耶 剛剛一凡講的症狀 真的是金錢正後去 我們知道金錢正後去 有哪些症狀 像胸部脹啦 腹部也會脹脹的 有時候 會覺得快來MC之前 怎麼體重會多了一兩公斤 你知道體重是很重要的 然後有時候會頭痛 然後有時候會驚痛 然後甚至於有時候焦慮易怒 這叫我們金錢正後去 一般婦女大概50%到70% 都會有這樣的金錢正後群 只要EMC來之後 她大概症狀就會緩解 那比較嚴重一點 我們知道有沒有聽過 叫金錢不悅症 金錢不悅症 大概大概3到8%的婦女會有 這很恐怖耶 有時候會去自殺耶 這麼嚴重 很嚴重了吧 這個在我臨床上有一個爸爸 爸爸帶女兒 國中三年級女生來我診間 他就發現他女兒出經 是國中二年級 所以他來觀察他女兒一年 在他MC來之前 一個禮拜左右 他女兒就是 趴著哭泣 然後課業會往下滑 之後就問他 他就覺得他也不知道說什麼 他就說覺得 小孩子跟你講他很想自殺 嚇死了 對 很恐怖 很擔心 於是他爸爸就把他帶來我診間 所以就跟他衛教跟諮詢 那當然我們婦產生 我還幫他抽一下 荷爾蒙 磁基素 黃體素 抽一下之後 這下一個禮拜再讓他回來 那有跟爸爸講說 這個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叫金錢不悅症 不悅症會影響到他自殺這種問題 所以除了我們婦產課以外 我還會跟他講 身心課也稍微要看一下 那父母還有家庭要給他支柱 否則他很容易是到學校去 就跳下去了 所以有時候男人 真的要多關心女人 真的不知道 他為了莫名其妙 真的可能是這方面問題 他不是因為 對你們不爽或怎麼樣 有時候是自己本身的 生理的問題 影響到他的一間 對 狀態 真的 因為其實像女生 我說真的 十個女生應該有十一個女生 婦科都不好 就是你很少聽到女生說 我的婦科超健康 如果是的話就覺得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個 然後因為像我本身 就從小就是婦科不好 以前小時候可能會 很容易發炎 因為我媽媽也是這樣 就尿道發炎什麼 可是長大之後 因為你懂得怎麼照顧他 所以就比較少發炎 但是因為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完全沒有金錢症候群 我MC來的時候 我只會胸部變大 體重還可以再更大 還可以再更大 好羨慕喔 胸部變大 但肚子也會變大 沒有 你這整集打算 對啊 我們兩個這樣很為難 你不是想過我們的心情 我是說真的 大概醫生剛剛講 就是胸部變大 然後體重變多 變重一兩公斤 然後就比較水腫 然後肚子也會變大 可是我都不會心情不好 我反而會心情很好 就很想吃很多東西 這樣子 這樣子誰心情不好 對 因為不會痛 然後因為不會痛 其實很危險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斷斷續續 然後我是到最後一次血崩到 我頭暈我才去看醫生 可是其實 這個狀況已經半年了 有一天跟乃哥主持完之後 我站起來 因為在那邊就是天... 攝影棚很冷 超冷 很冷 然後你... 對 然後你已經覺得 這熱量盡濕了 你知道嗎 然後站了一整天 會覺得腿很痠 就上班症候群 覺得哪裡不舒服這樣 結果一站起來 我直接這樣 沒有 它是像那個老鐵 整個箱子 對... 然後我助理嚇到我助理 趕快進去 趕快進去 對 然後我就瞬間覺得 頭有點暈 然後我們就去看婦產科 然後婦產科醫師就 他就用那個壓嘴錢 然後一看就說 他說你這個 對 因為我長了一顆 這麼大顆的肌瘤 然後我都不知道 它就有點像是那個水龍頭 你沒有觀景 它會一直 對 然後但是我比較幸運的是 因為我長得比較前面 就是在子宮前面 所以就直接把我夾出來 血就停了 像我現在就是非常正常 可以直接夾出來 可以直接夾出來 很痛... 因為它在入口 就這樣做抹片 可以看到它入口 對 它就會滴滴答 所以其實平常沒事 但是你少挨了一刀 對啊 是不是你要這樣想 可是挨一刀可以麻醉 不是 我還滿喜歡麻醉 還滿喜歡麻醉 這是我喉嚨 可以順便睡一下 什麼東西 會一直 3C學習好幫手 小晶晶金掌花夜黃速動 好吃 有感超給力 上網搜尋 小晶晶 所以我其實還滿心疼女性的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每個週期 每個月都會有一個這樣子 可是有時候 你的身邊另一半 如果有很嚴重的進行症候群 其實也滿困擾 滿辛苦的 對 我曾經遇過一個女生 她每次來的月經的前一天 她都會 情緒就會變得不好 她就會化身成野蠻女友這樣子 那一天是這樣 就是這個女孩子 她也是在前一天 就是劇烈頭痛 痛得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其實男朋友 就帶她來掛急診 那來的時候當然 我們就是先趕快緩解症狀這樣子 那我還在解釋病情的時候 站在後面的男友 因為現在疫情不是都戴口罩嗎 我講著講著 我說先生你怎麼了這樣 後來他還跟我說 其實他為了求生 他那個金錢症候群 他女朋友在頭痛 劇烈頭痛的時候 他會特別的乖 然後不引起他任何的情緒波動 為他吃止痛藥之後 開始幫他做舒緩 就是按頭皮 然後按肩膀 那應該是一個力氣使用不當 那女生就挨了一下 然後就給他女朋友一個頭槌這樣 對 好可憐喔 我當下真的只是覺得疼痛 因為女朋友真的那個疼痛 剛剛那個痴痛 我寒解不了 所以帶他來急診 所以看著看著 我就看他就整個血滲出來 然後把那個口罩給染 天啊 後來男朋友也掛急診了這樣 所以其實就是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另一半 很辛苦 那要照顧另一半的人 也 比較有些求生的技巧 要小心一點 是啊 但這可以嫁了啦 很貼心 對啦 讚暖男耶 做男人真的很好 他沒有要娶啊 對啊 想當中間 想當中間 他沒有要娶 好 來 我們再來看 年節熬夜要吃太飽 胃心症候群大復發 陳醫師 我們一般講 所謂的胃心症候群 比較廣義來講就是說 跟你的進食 會引起你的心臟不舒服 然後比較狹義來講 就是我的心臟不舒服 本來要吃心臟藥 可是我吃胃藥可以緩解 這大概就是比較廣義的 用胃心症候 一般來講 其實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 你真的有橫隔散器 所以你的胃有那個 會跑到一部分 跑到胸腔裡面去 那這種部分呢 因為這種類型的病人 也常常有所謂的胃食道逆流 所以你食物吃下去之後 胃脹起來往上頂 你當然心臟就不舒服 所以這種一般 嚴重的話 需要開刀處理 那另外一種是 有的人他屬於 消化系統比較差 就自律神經失調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肚子非常容易有脹氣 然後加上腹膠感神經興奮 血管跑到這一邊 這就會整個腸胃道 就會覺得有脹的感覺 然後頂到橫隔 然後就讓你心臟不舒服 這個大概就是 胃性症候群 比較常見的兩個 我一個四十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呢 其實也是因為就是說 心臟不舒服 然後去看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每天要吃 心臟科的藥已經吃到 大概差不多六七顆 然後還要吃抗焦率的藥 那但是他覺得他症狀 一直沒辦法緩解 原來他是屬於一個 在比較靜態工作的 他很多業務交易 都是電腦這樣線上這樣做處理 所以他平常也很少動 那但是因為他這種 跟這種基金交易有關係 跟國外有關係 他有時候 業務來了 他的飲食 並沒辦法定時定量 有時候就會暴飲暴食 吃東西也不規律 有時候壓力大 又來個研究這樣子 所以就會造成這些問題 那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他以一般有衛星症候群的病人 他能夠怎麼做 第一個他就是 他不要一下子吃太飽 就算你餓也不要餓太久 但是你餓很久了 你真的要吃 你不要一下子吃太飽 因為你現在吃太飽 你就會刺激整個自律神經 往那個腹交感神經那邊去 然後血管瞬間會往那邊跑 你更容易有脹氣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少量多餐 不要餓太久 然後第二個 因為他一直是做著靜態的工作 我們現在消化到的乳動 如果變差的時候 唯一有用的就是適度的有氧運動 就是比如說簡單的跳繩 或你說深蹲 這些有晃動的都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要適度的補充 綜合維他命 其實大概目前醫學上來講 你要把腸胃道的蠕動 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腸胃 大概這幾項東西去遵守 就會比較好 那再給你輔助一些簡單的藥物 結果幫他治療了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他發現他心臟的用藥 就不用吃到那麼多 然後後來再一個月後回來 其實他心臟用藥就只剩一顆 有一點心率不整的藥物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這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不要小看 雖然你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甚至會覺得說 是不是隨時自己要心肌梗塞 有時候他反而是消化到的問題來 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人喔 就是吃東西吃太飽了 然後呢 那個自動食物會 會溢出來 我就這樣 我也會啊 像反廚這樣 對 你也會 對啊 你也會 我就是常常這樣子 你也吃太飽了 難怪那麼瘦 那你有再咬一咬再吞回去嗎 有 我告訴大家喔 我這幾年不要浪費 好噁心 我這幾年 我大概幾十年喔 常常會這樣子 因為我吃東西吃很快 對 像我們家在飯桌上 對 一定都是我最早吃完 然後呢 別人邊吃我就邊收 對 所以我吃東西很快 那我常常呢 比如說帶全家出去吃飯什麼的 那開車開到 我老婆小孩看到我這樣 爸爸你又反廚了喔 像牛一樣喔 對 很奇怪 我也想說 我是牛胃嗎 為什麼吃完會反廚 這是餵食道逆流嗎 因為這是你噴門的這邊 一般我們這邊噴門這邊 橫隔膜有一個噴門 像自動門這樣 是 原本是比較關閉的狀況 對 那當你食物吃下去的時候 這自動門會打開 然後食物下去 自動門應該要關起來 對 可是有的人他已經產生了 很嚴重的病變 他是一直開著的 那有的人是暫時性的失調 就像乃哥這樣子 就會說他這一段時間 他並沒有辦法很緊閉 他就比較鬆弛的狀況 那你又吃很快 一下子積很多食物在這邊 他來不及往奢子常排 所以他就會往上 往上 對 那這種如果說 你一下子不要吃那麼飽 或者是你的壓力變少的時候 這一個 他的調節能力變比較好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改善 你講到重點 就是不能吃太飽 不能吃太多 太快 太快 又吃太快又飽 對 所以都會印出來 對 你們兩個也會啊 你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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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我是怪物耶 我們在那個化妝間 放飯吃飯的時候 你才打開便當 乃哥吃完了 奇怪 也太快 太扯了吧 那個快是因為我只吃菜 我就吃得很少 變當我就吃得很少了 但我也是畏弱型的 然後我的工作就是一直都不是那種 可以準時吃飯 因為我以前是那個空服員 大家就是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就要送餐 對 然後就是真的要自己吃的時候 就是也是胡倫吞藻 就是一直塞食物 然後到了記者的時候 到達了巔峰 就是爛到了巔峰 因為記者還伴隨著壓力非常大 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 你看十一點多 你們上班族準備要放飯的時候 我們在趕待交代寫稿過音 然後你慢一點 那個長官會直接踹門 我們過硬都有拉門嘛 然後如果你十一點半 還沒有準時 他就踹門說 快吃啦 快太抽出來 所以每天就是 差不多中飯跟晚飯 是我們壓力最大最大最大的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就知道 我自己胃很不好 所以我抽屜打開 第一個一定有剛剛那個 驚痛的藥 然後第二個一定有胃藥 就有一次我就是 上完一整天的班 然後那天剛好有聚餐 我就跟公司的同事 我一整天都沒吃飯 然後聚餐 就大家會喝兩杯小酒 然後又吃什麼麻油雞 帶一點酒的 整個直接 臉色發白 然後冒冷汗 然後就這樣揮在那邊 然後到後來 就是還跑到廁所 就像噴泉一樣吐 然後又被送走 然後醫生說 你怎麼那麼能忍 就是你已經胃潰瘍 胃有一個小洞 你怎麼還不趕快來看醫生 你怎麼可以忍成這樣 我說因為我都自己 一直吃胃藥這樣 所以就一直壓也是壓 對 然後但是更慘的是 我已經在急診 然後掉點滴了對不對 然後因為早上四點半 要播早報 四點半一定要進公司 早報新聞 然後我就說 醫生不行 我沒有辦法臨時 就是開天窗 找人待班 幫我拔掉 然後我還在吐 因為我還沒有痊癒 然後就一邊走 因為 然後 走到新聞台 然後導播看我 你這樣怎麼辦 你怎麼撥 我說可以可以 因為妝化就化濃一點 口紅塗紅一點 對 然後就穿了套裝這樣 撥撥撥撥撥 然後我說 老師的頭會送進來 然後就進SOT的 那一分半的時候就 然後嘴巴擦一擦 就那下一則新聞 我們要追蹤的是 好專業喔 真的 我就這樣 這樣 然後就播完了一整節新聞 請問那個應該 應該把你做Live播出 真的 以後每一次播新聞 導播 拖拖拖拖 對 換他頭 石頭 反出 真的 好辛苦 辛苦 不會是 好 那其實我們在臨床上 你腸胃的不舒服 你會引起像心臟的症狀 那其實你心臟不舒服 有時候會引起像 類似腸胃的症狀 所以其實我們在急診 常常看到一些病人 胸痛不舒服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很重要的徵兆 會去注意就是 冒冷汗 意味著你有一個很嚴重的 疾病要發生 例如說像我們心肌梗塞 我就遇到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中年的患者 他太太很緊張的陪著他 到急診來 那他其實就是胸悶不舒服 前胸痛後背 全身冒冷汗 那其實這時候 當我們的急診魂就來了 急診一定要快很準 看到這個症狀 這個臉 這個冒冷汗 不是心肌梗塞 就是主動脈玻璃 所以一進來 我們整個急診室 就開始動起來了 而且在做那個心電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貼什麼 倒極的貼片嗎 對 那個病人是冒冷汗 冒到你那個病人不容易貼 所以那個整個 你可以看到那個 這個大概真的是非死即傷了 我們一定要趕快救他 那好不容易心電乳做出來 那前胸痛後背 又冒冷汗成這樣 下一個診斷 最危險的可能 就是主動脈玻璃了 所以我超音波 就趕快先幫他看 那心臟動得不錯 主動脈的根部 好像也還好 再往肚子裡面看 整條主動脈 非常的漂亮這樣 就是很完整 後來這時候他太太 才有機會跟我講話 因為前陣子都是 先生一起來都是 醫護人員在忙 那醫師我覺得 他會不會是吃太飽 我說他吃太飽 因為他們剛剛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是 他們有一個公司有個聚餐 然後他先生跟人家喝酒 然後吃了非常多東西之後 一開始是覺得很脹 後來就一直坐耳 很想嘔吐 後來就開始劇烈的胸痛汗 冒冷汗 結果我探頭就從心臟 慢慢的往胃移動 真的胃裡面很脹 後來幫他打耳點滴 做了檢查之後 心肌酵素完全正常 所有的血液檢驗報告 也完全正常 就靠著我打耳點滴 他一些腸胃的藥之後 症狀就改善了 最後就是 真的是吃太飽 舒服 所以你不要吃太飽 所以太勞思動重了 對 就禮院了這樣 不過也讓我人生就是 算是好事 對 算是好事一件 不然其實他那時候進來 真的我第一個的診斷 心肌肝開 第二個診斷 主動賣玻璃 沒有 因為剛剛醫生講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我們演藝圈的人 或者是像你剛剛講的那些 高壓力族群 其實吃飯都是不定時的 對 那因為不定時 所以會養成我們吃飯很快 因為我吃飯也是超快的那種 有一次就是詹老師 請我去吃那個麻辣鍋 詹老師就很厚的 一直夾給我 我想說 這個肉應該很貴 不吃好像不好意思 我就一直塞 然後但是因為我平常吃的東西 是比較清淡的 然後我吃完之後 當下覺得還好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一直覺得不舒服 而且我覺得我心臟很痛 所以沒多久起來 我半夜起來這樣狂吐 就吐到不行 全部的東西都吐出來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不時就會吐 比如說像我那天吃晚餐 吃韭菜盒子 我不知道韭菜盒會瘴氣 我一吃 我馬上就吐了 真的 然後我去我朋友店裡面 吃那個義大利麵 因為我那一整天沒有吃 吃完義大利麵 我就去吐了 吐到我隔天起來瘦兩公斤 變39.8 快拍起來這樣 沒有 很久沒有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的胃應該是蠻嚴重的 應該是噴門被你那一次吐 有裂開了 有一點鬆掉 對 就會變得很容易吐 之前還吐到整個臉 尾血管破裂 就這樣一點一點 熊這樣一定要盡早檢查 因為你反覆這樣一直吐 胃酸其實跟鹽酸的強度是一樣 如果你每次這樣吐都會痛的話 已經有灼傷死到 所以他上身去開刀喉嚨 所以應該是灼傷死到的 那他那可以縫小一點嗎 噴門 對 會可以用手術去做出來 你要健康檢查一下 有啦 樣 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例子 他是小朋友跟他爸媽 是分隔兩地 那爸媽在台北工作 然後小朋友就是在宜蘭 跟這個老人家住 那他那個小朋友會有這種 那種深呼吸的感覺 隨時隨便 怎麼會這樣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說 台北醫生比較厲害 你帶你這個孫子去台北看看醫生 就醫方便 那在台北先待一段時間 反正爸媽時間調配一下 說也奇怪 在台北待著待著待著 這小孩症狀就好了 好 就送回宜蘭 這個阿公阿嬤家 過一段時間阿公阿嬤家 他說又來了 然後他就送來台北 這一次多看了幾個醫生之後 開始有一些人想說 這大概不是心臟的問題 也不是肺臟的問題 這應該是那個 那為什麼呢 壓力大 壓力大 爸媽就開始哭了 在宜蘭這麼想父母 一離開爸媽 在宜蘭壓力就大這樣子 那個阿公阿嬤是不是欺負你 想想也沒有 阿公阿嬤對他超好 而且每次他回去都很開心 那壓力大在哪裡 想念爸媽會想念到這種 這個妥瑞症 臭動症嗎 就發現其實我們都知道 臭動症 有兩個我們比較常會說的 一個是壓力之外 另外一個是 如果你吃一些垃圾食物 色素 香精 防腐劑 吃這些化學物質 其實很多有這種 臭動症體質的孩子 它就會發 那就真像一個大白了對不對 因為真的去阿公阿嬤家 沒壓力真的沒有壓力 什麼零食都來 要洋芋片 要洋芋片 要糖果 要餅乾 要什麼都有 所以其實那個是因為 吃化學物質造成的這個症狀 來台北爸媽比較嚴格一點 就好了 沒得吃就好了 對 就是吃健康食物 就緩解 不管是我們這個身體 或心理這方面的因素 如果一直反覆的 這樣子來回 影響的話 還是一樣 就是問這個專家 了解自己身體狀況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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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看的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 你亦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個難搞的廢物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親 就是現在 潑潑就站在這裡 你不是欺負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欺負的話 我是OK啦 不要哭啦